你 你就是宁大夫那儿新来的实习生啊 对啊 我们教授可是咱们医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才二十八岁就被破壳晋升 那他平时也这么高冷吗 高冷怕什么 有言才是正义 现在连当医生都要堪恋了 就是这个位置 不过刚才那个大夫 竟然还是个教授 好了 姑娘 脱掉上衣 脱掉内衣 这儿疼吗 不疼 这儿呢 这儿呢 你抖什么 医生 我休了吗 呼吸 一直憋着气 当然会乱了 疼吗 疼吗 就是这儿 上礼拜开始是不是会疼一下 成钉钉啊 成钉钉 人家可是专业的 胡思乱想什么 好 初步诊断为纤维瘤 大概二乘二厘米 这个大小建议用传统的手术方式治疗 等一下你去做个B超 做最终切除的依据 然后周五过来手术 一定要手术吗 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 手术治疗为最标准的治疗方案 或者可以等三周之后 等你的纤维瘤再大一点 再过来手术 那还是这周吧 一定要周五吗 我可能没时间 我只有周五有时间 拿到结果过来找我 谢谢大夫 那个大夫 我想问一下 这个手术除了你 还有别的医生可以做吗 我给你做这个手术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你看这块有一个大块 这儿是吗 喂大猫 报告要写消息一点 还有这儿 唱这么大货 不好意思 放一下 好的 喂 行行行 您稍等一下 对对对 这儿这儿这儿 大猫 你可算回来了 现在结果怎么样了 一个小时之前 咱们的服务器被提爆了 我立马请了备用服务器 可还是不断与用户打电话 投诉说咱们的网站 根本打不开 说咱们的周年庆啊 就是个幌子 真令 怎么办 我们这边机会帮您解决好吗 联想成学了吗 电话打呢 根本联系不上 立刻联系服务器公司 租建两台服务器 你知道租服务器的成本有多大吗 要不然等陈总回来再说 不能再等了 周年庆活动 本来就是为了吸引新客户 现在用户体验这么差 我怕连老客户都要流失 是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好 把后大数据调出来给我 月经前胸部胀痛 月经后缓解 这是正常现象 以后可以在家自查 只要没有肿块 就不用太担心 定期到医院做体检就好了 可我就是害怕 宁大夫 我能不能加一下你的微信 下次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先咨询一下您 不行 天阳 下一个 来 我送你出去 淼淼 去跟分诊的护士说 以后十八岁以下的病人 最好都分给书医人 好 教授 你也会害羞啊 是麻烦 对了 刚才小王来电话说要排手术室 咱们周五这台手术室几点啊 玄天 宁教授 这台手术最多就半个小时啊 那我一会儿跟病人联系一下 不用 我自己去 数据总算恢复正常了 对啊 达萌 这个代理服务器 要一直做到周年轻活动结束 价格方面 你还得再努努力 交给我了 大家辛苦了 我请大家吃宵夜 吃宵夜 吃宵夜 丁丁丁 老大那边还是联系不上 我跟你放心 我已经给他发了微信了 他那边要忙完啊 肯定会回我的 我这边继续联系他 好 好 香烟来了 来来来来 带你过来一块吃啊 好 什么吃的啊 就是要吃 你不先谢谢一下老板娘 谢谢 谢谢 谢谢老板娘 给我那个 给我那个 好 我要那个 要那个 来给你 来 来 来 喂 喂 喂 丁丁 我今天白天一直在开会 所以 没接你电话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我找你是因为我 我知道 大妈的微信我看了 看得漂亮 都为由你 那你明天就回来了吧 可能 眼下有点事没做完 还是再多待一天 可咱们公司的周年庆祝酒会 你放心 我和你一早的飞机就回去 对了 活动现场到鲜花 我想换成一些香槟玫瑰 可是 咱们早就订了薰荫草和馅若葵 符合咱们回归自然生活的主题 还是换了吧 因为我那天 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我觉得 香槟玫瑰可能更适合一点 好 我知道了 时间不早了 你在这儿休息 陈玄 我 都会注意身体 你也是 你也是 想谁呢 没什么 对了 陈玄说 要把酒货上用的花 化成香槟玫瑰 还说 有重要的事要宣布 香槟玫瑰 重要的事 你笑什么 这么笑什么 恭喜你啊 陈玄啊 终于要和你求婚了 你笑什么 你跟陈玄认识多长时间了 这么多年 都是你一直在他身边 帮助他陪伴他 他要是敢不娶你啊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噹 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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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di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吃饭 睡觉 排泄 就是给人添麻烦 跟你出人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